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6月30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今天,俄罗斯军方表示,已经从位于黑海的乌克兰蛇岛撤军 毫无意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善意的姿态 撤军表明,俄罗斯联邦并未阻碍联合国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以从乌克兰境内获取农产品的努力 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当晚由于我方的导弹和炮兵部队 在资美尼岛上成功开展了军事行动 敌人用两艘快艇匆忙撤离了守备部队的参与部分 很可能已经离开了改岛 据说,最近的轰炸摧毁了岛上俄军的又一部铠甲防空系统 还消灭了40名俄军和大量的装备物资 没有了防空系统的保护 岛上的俄军就相当于赤手空拳 现在跑还算明智 稍后,泽连斯基办公室负责人叶马克 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俄罗斯的撤军 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完成了在蛇岛的指定任务 并于当天撤出了位于该岛的驻军 并同时强调,这是俄方的善意举措 并借此向国际社会表明 俄罗斯联邦并没有阻挠联合国为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以及农产品运出乌克兰的努力 蛇岛位于多闹河河口东部 恶守乌克兰出海口 位置险要面积狭小 一攻难守 此前,俄军在2月24日当天就占领了蛇岛 之后持续遭到乌克兰军队的打击 乌军没有大型登陆舰 也缺乏制空权 所以夺回蛇岛也不现实 但通过不断侵扰蛇岛 吸引俄军对其补给 然后予以重创 以远比俄军更加精确的北约武器 围点打员 继续给俄罗斯放血 这一招是极为的高明 此前给俄军补给的一艘1600吨的补给船 被乌军鱼叉反舰导弹击沉 而乌军又通过精确火力 对岛上建筑进行了覆盖 而无险可守的俄军只能被动挨打 很明显对土地贪婪 已经深入骨髓的俄罗斯 之所以放弃这里 绝不是什么善意 而是放弃的代价太大了 想想这俄罗斯也是好笑 明明是承受不起乌军火箭炮 无人机攻击机和反舰导弹的轮番的收割 不得不狼独撤出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岛 却说自己像是大善人一样 你俄罗斯不是死伤整戒 你会走吗 你不是运输船接连被揍城 你会走吗 你不是送什么都送不上岛 岛上的俄军哭爹喊娘 你会走吗 咱们之前的视频里好几次提到这个岛 在俄军作战体系中的尴尬位置 留在这个岛上啥也做不了 不走就持续被乌军割韭菜 现在屁滚尿流的跑了 还算是便宜了这帮恶人 昨天乌俄双方进行了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俘交换 双方各自交换了144名被俘士兵 乌方被换回的士兵 包括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的95名士兵 其中包括43名亚素团成员 大多数获释的士兵都受了重伤 相信很多朋友们是和我们一样的 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些勇士们 自从亚素钢铁厂被强盗霸占之后 我们是每天都在关注这些勇士们的消息 全世界所有热爱争议的人们 都在关心他们的命运 不过呢 被侍奉的首批马里乌波尔捍卫者 情况让人很揪心 乌克兰官方部称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了伤 包括枪伤和弹片伤 爆炸伤 烧伤 骨折 截肢等等 急需紧急的医疗护理 我们相信乌克兰会以最好的医疗条件 救治这些马里乌波尔的捍卫者们 欧洲国家最顶尖的医疗机构呢 也会向这些勇士们敞开大门 这些英雄流血流汗 战至弹尽两绝 完成了托柱 杀上大量俄军的任务 为整个乌克兰的卫国战争 赢得最终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是战争的英雄 也是这个时代的传奇 他们的战时慷慨 以弱小的兵力 扛住了第二军事强国 陆海空三军的轰炸 即便是被俘 也不辱没英雄的荣耀 他们为乌克兰赢得了 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和尊敬 他们理应回到乌克兰 接受英雄的礼遇和最好的治疗 成为泽连斯基所说 乌克兰需要活着的英雄 他们应该见证未来的乌克兰 走向文明 富裕和发达 好 咱们来聊聊北约峰会 举世瞩目的2022 马德里北约峰会 在参与规模上 那是成立以来最大的 不仅包括北约30个成员 还有即将加入北约的瑞典和芬兰 以及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当然更不能或缺是在这场战争中 影响力已经无可置疑的 成为西方政治人物领军者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29日的峰会上批准 北约2022战略概念 称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 由此川普认立普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甩掉的西方和美国最大敌人的桂冠 这回又重新戴上了 泛兰总统尼尼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泛兰和瑞典最迟将于7月5日签署入约 议定数 正在中央土库曼斯坦访问的普京对此表示 两国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乌克兰的类似问题 当然他也警告北约在两国建立军事设施 俄方将做出反制行动 很明显这只是放一下喊话 力度上远不如拉夫罗夫和梅德韦杰夫 但正是这种喊话塑造了今天 俄罗斯在国际上孤掌难鸣的地位 在北约的新军事部署方面 美国决定向西班牙基地增派两艘伯克级驱逐舰 使得在该基地的驱逐舰数量增加到六艘 而北约将在波兰为美国第五军团建立一个永久总部 波兰总统杜达对此表示欢迎 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美国明确表示 美国将以第五军团司令部的形式在波兰长期驻军 这是北约历史上的首次也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决定 事实上早在川普时代 波兰就一直推动美国北约在本国永久驻军 以此来威慑俄罗斯 还为此支付20亿美元的巨款建立基地 除此之外 对老修的德国等极力反对在本国部署核武中导 波兰是反其道而行之 总之波兰希望将自己打造成对抗俄罗斯的前沿军事堡垒 以此保障防务安全 很明显 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虽然也实现了在波兰的驻军 但数量规模和影响都有限 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除此之外 美国还将把两个F35中队派往英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防控系统将得到增强 一个规模5000人的轮换旅将驻扎在罗马尼亚 北约和美国这些动作足以说明 此前被马克龙嘲讽的脑死亡的北约 虽然经历了川普的退约相避 或者苦口婆心规劝成员增加防务开支 成果有限 但经过这场爆发仅四个月的战争的刺激正在复活 受邀参加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以视频形式发表讲话称 北约应当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他还呼吁北约各国进一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他说俄罗斯军方不想停在段巴斯或乌克兰东部的某个地方 他想吸收欧洲所有被俄罗斯领导人视为财产的人 而不是独立国家 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 这是俄罗斯的真正目标 如果放在开战之前 泽连斯基的这番话对欧洲而言算是危言耸听 也没有人当回事 但战争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会认为自己能置身事外 包括德国 否则德国军费也不会在未来几年增加到700至800亿欧元 更主要的是 此前推行的极端的环保主义 让德国放弃核电及煤电的能源政策也悄然改变 德国已经开始重启煤电 保守派无力扭转的局面 俄罗斯帮忙改变了 这也很容易理解 在对俄罗斯能源禁运而自己能源不足的情况下 即便任何人也不可能明明有能源用而去冻死饿死 以前他们依托俄罗斯能源而放弃开发本国传统能源 就认为是环保 但现在这种伪善已经无法继续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